喂喂喂,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拈花惹笑,拨奖,一刀苏苏,一种侃侃,后期,千学 第五百八十集 原来九王爷,这一个多月没有来天机堂,竟是出门寻找血灵芝去了 雪姑看着凤九儿,几分迟疑,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好一会儿之后她才到 那夜,乔木来找我 告诉我,她将你古毒未解的事情,告诉了九王爷 嗨 凤九儿虽然看着冷静,事实上一直在盯着雪姑 雪姑浅叹了一口气 唉,乔木喝了不少酒,看得出她心情很不好 她说,她告诉九王爷这事 恳请王爷,别再来找你,否则会害了你的命 雪姑还以为,九王爷一个月不来 是因为真的听了乔木的话,终于愿意放弃九儿 她没想到,那样尊贵到几乎就没有受过气 没有受过委屈的九王爷,竟然也会如此固执 凤九儿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乔木喝醉的模样 但也能想象,乔木一直那么喜欢九皇叔 要他亲口跟九皇叔说出这样的话,他该有多难受 他也不知道,原来九皇叔心里也藏了那么多小秘密 可他不仅没有放弃,还那么全心全意 真是,傻得可以 我猜,九王也是找不到让他开花的方法 九儿,你见多识广 除了血腥,是不是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让他尽快地开放 血姑虽然时常出去寻找好药材 但是,说论到对药材的了解,他怎么都比不上九儿 凤九儿盯着桌上的血灵汁,花骨盹已经很饱满 明显是快要盛开了,但不知道是哪个步骤出了问题 却一直只是含苞带放 也许,还是时日的问题 凤九儿将血灵汁交给了血姑 还是放在你那里吧 我时常出门,未必有时间照料他 你那里不一样 你若是不在,还能让颜照顾一下 你是怕看着他,立刻就会想到九王爷吧 血姑岂能不知道他的心思 他想了想,喊手道 好,虽然月圆之夜刚过去不久 但还会有下一个月圆之夜 你若是看着血灵汁,想着九王爷 自己也是痛苦 希望这花能在下一个月圆之夜之前盛开 如此一来,九儿和拓跋可言 也能少点痛苦 如果这血灵汁真的可以将他们的古毒清除 那也不忘九王爷千里迢迢走了一趟 不过,冰兰山离皇城何止十万八千里 离开冰兰山之后 九王爷是拿什么来养着这血灵汁的 血姑这么一问 让凤九儿心间顿时一阵刺痛 这一路上,那家伙想要尽快回来 自然不会还想尽办法去弄点动物 来给血灵汁喂血 按照她的脾气 最可能用到的办法 那便是手起刀落 直接用自己的血来喂养 她,傻成那样 走之前就不知道先找她商量一下吗 不过,若是真的找她商量 凤九儿是绝对不会允许她去冰兰山冒险的 那里不仅凶猛的禽兽特别多 山路上也是瘴气重重 山脚下就没多远 就是南蛮之地 若要顺利地到达山顶 找到极其稀少的血灵汁 谈何容易 她是一国王爷 哪来那么多的时间呢 越想,心头越酸 恨不得将这盆血灵汁抱在怀里 就像是抱着九皇叔那般 可她的手才刚伸出去 便立即硬生生地收了回来 月姑,将她抱走吧 心很酸,真的很酸 再不抱走,要酸死她了 湛青城从天机堂离开之后 并没有走太远 她气得不是那个丫头和别的男子亲亲我我 而是她根本不想见她 她来了,她怎么会不知道 为何不愿意见她呢 是气她整整一个月未曾来找她吗 王爷 郁京风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某王爷冷冷一哼 直接一记刀子眼 郁京风原本一肚子的话要汇报 被王爷哼了哼,顿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王爷哼她? 我的个乖乖 她,她又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哼她? 在这里守了这么久 人家可是一句怨言都没有 为什么还要哼她呢? 玉达达表示,真心好委屈 王爷 她追了上去,脚步放轻 王爷,宫里那位已经出来了 湛青城脚步一顿 看了眼前方夜空 已经出来了 她只是没想到 那位出来之后 竟然直接来找上她 郁京风脸色一变 快步上前 呼的一声一掌迎了出去 没想到这些人 竟然主动找上门了 难道是这段时间的跟踪 被他们知道了? 虽然上次王爷通知了 不再追查宫中的事情 但宫外的事 王爷可没有说不查 所以,只要那些人离开皇宫 他们的人就会跟着 但那两位宫女的轻宫 实在是太好 郁京风的人根本追不上 轰的一声 郁京风被逼得退了两步 星知也后退了数步 之后稳稳地站住 她的身后 一把轿子在半空落下 如此沉重的轿子 竟然只有一名女子 单手托着 这女人轻功和内力 有多高 可想而知 没想到 与自己交手的竟然是 功力最低的那位 如今看来 托着轿子的年长女子 比起与自己交手的那位 更加厉害 郁京风站在战青城的跟前 原本还想动手 却因为身后那份寒气靠近 她气息一脸 立即退到一边 王爷也看出来了 她功力不如托轿子的女子 轿子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门帘被晚风吹动 帘子之后 坐在轿子里的女子 身形纤细 脸上依旧带着纱金 身影若隐若现 清夜将轿子放下之后 便守在了一旁 刚才和郁京风交手的清支 也退回到了轿子另一旁 盯着眼前不远处的战青城 这边是传遍了整个 皇城大街小巷的人物 被全皇城甚至是 整个北牧国 几乎所有的姑娘们 心心念念 记挂着的战神九王爷 战青城 清支 毕竟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 这普天之下 就没有哪个小姑娘 看到九王爷 可以做到冷心冷情的 第一次见到九王爷的真容 就连清支也忍不住 脸颊微红 耳边滚烫 一颗心鼓动了起来 这位战神九王爷 竟然比想象中的还要俊逸 简直是天下第一角色 哪怕他此时 分明是一身的普普风尘 也丝毫无损他的俊美 轻支一箭 就不用再继续 一项 这位战神eral